了解人性 回归理性 控制本性 增加记性 群魔大帝恶人宝 第九宝 十大悲欢 准确的说 这个节目不算案子 但是明明是案子 却无法变成案子 这种感觉就是悲愤 事情的发生地 原本是假的 给画了一下 因为会对当地的民宿和旅游 造成负面影响 但是白鸽不甘心 你既然发生这种事了 就不能人为让它消失 就像那个兄仔似的 卖家怕价格受损 可是你把买家坑了 对不对 有就是有 幸好我终于给抠出来了 准确的地址是 贵州省六支特区 折西乡折西村的文昌阁寺庙 在贵阳市有个文昌阁 而折西村这个文昌阁呢 也是源于贵阳那边 只不过他这边年头比较晚 距今才130多年 名气不是很大 但是在当地还是很强大的 然后吧 是这个节目里面的所有人名 我不能确认是不是真名 这也是没办法的事 咱们就算是真的吧 女主角叫刘廉秀 1963年出生 她家住在贵州省安顺市 赈宁县的山云村 这个村后来可能是改名了 就查不着了 在当时非常的小 只有二三十五人家 连秀她的爹地叫刘满公 她的大姐叫刘廉英 下面她还有一个弟弟 那么毫无疑问 连秀长得非常漂亮 从小她父母就全力供她读书 她也是很优秀 上了初中之后 这学习成绩特别好 尤其是作文水平 全校出这八岁 她这写字也很漂亮 曾经是德国奖 并且家里面那些 所有的针线活 她做的也是贼像样 由此成了很多人求婚的目标 但是连秀都不同意 她的目标就是要好好学习 以后走出大山 到大城市里去开拓人生 1979年她面临初中毕业 正在准备考高中的关键时刻 命运发生了急转弯 她的姐姐连秀瘫痪了 这个事情是这样的 姐姐跟姐夫两个人 那是青梅竹马 还是表兄妹 她姐夫叫陈友福 出身不怎么样 12岁年 她的父亲在矿难中嗷了 一直以来她过的都是很苦 跟连秀结婚之后 两个人是非常的恩爱 日子也是越过越好 然后连秀就要生孩子了 陈友福那十分的欢喜 盼星星盼月亮 等到临产那天 寡的一声出来了 她冲进来一看 竟然是个女孩 这小子顿时就天旋地转了 直接坐到了地上 她想要个儿子 关键问题是她坚定地认为 连秀人是个废物 没生儿子就是你不行 所以从那一刻起 这小子立马就变脸了 动不动就不回家 偶尔回来一趟还冷言冷语 导致大同天的连秀人 她坐月子没人照顾 就自己拖着虚弱的身体 还得挑水做饭 最终卧床不起 三个月之后孩子死了 她痛上加痛 自己也直接贪了 这样的话 妹妹连秀迫不得已 就去了姐姐家 开始照顾她 姐姐家住在黑阳青 这个地方 连秀去了之后 姐夫是很热情 姐姐也挺高兴 然后这时间就到了 要中考的时候 连秀她就要去县城参加考试 这个黑阳青距离县城比较远 大致有五十多公里 就怕这个路上不安全 然后姐夫就提出来 要亲自送她过去 两个人到了县城 姐夫给她买了一双皮鞋 和一件新衣服 往后就带她去了饭店 点了好几个菜 还要了一瓶白酒 和一瓶气酒 那么相信大家都感觉到了 有点不对劲 是吧 没错 陈有福之前 他偷偷的弄了一个假的夫妻证明 在吃饭的时候 是花言求语 把脸秀给灌醉了 然后他用这张假证明 到旅店开了房间 当时的话 那个年代正规旅店 你要去住去 你没有这夫妻证明 你随便两个人 一男一女进房间 是不可能的 房间都是那服务员 他把的钥匙 你想进屋的时候 都是他开着的 开了房间之后 趁着连秀 不省人事 直接讲旗拿下 这连秀醒来之后 当即大怒 就怎么的 要去报警去 然后这陈有福 直接就给他跪下来 先是各种的哀求 然后再跟他 小矣厉害 就是 你要是去报警 剩下你姐姐怎么办 他自己一人在家 是吗 他是一个瘫痪 我要不在家 他能活吗 而且 你即便报警了 能挽回这个事实吗 你已经被拿下了 这个事传出去之后 你还怎么做人 别人都会戳你的脊梁骨 那时候连秀 他才16岁 在这种压力之下 他就选择了沉默 但是呢 这下就导致 他的考试成绩 奇差无比 认识他的人 都非常的不理解 你怎么能考的这么差呢 这不可思议的事啊 然后他也不说啥 人生的十字路口 就此改写 而且越写越差 三个月之后 他发现自己竟然怀孕了 于是呢 就找到姐夫 问他怎么办 这小子非常高兴 生下来吧 你给我生个胆子 连秀肯定不干的 那怎么行 这没办法 你是我姐夫对不对啊 你赶紧的带我去 把这个胎儿给打掉了 陈永福呢 一开始给他解释 说打胎是有两种方式 一种是用咱们这个草药 但是风险特别高 你看那谁谁谁 他就是这么死的 第二种呢 去医院 可是咱们俩这关系 你没法开证明啊 没有证明的话 医生就不会跟你打胎 而且这个事还泄露了 所有人都会知道 在那个年代吧 确实存在这个问题 陈永福并没有忽悠他 当时的社会就这样 可是联系了怎么办 他很难呢 这孩子要是生起来 你姐姐那边怎么交代 是不是 反复挣扎之后 他决定自杀 那么我们用眼皮都能猜到 肯定是没死成 那天吧 他在屋里面选择上吊 就学那个电视啊 或者是书上那样的 整个绳子挂到那房梁上 然后往脖子上一套 再把那双脚 双脚在下面 把那凳子一蹬 结果就咣当一声吧 陈永福就听到了这些动静 然后他赶紧冲进屋里 把他给救了 然后他姐姐就不断的安慰他 他说你这考试没考好 你别想着死呀 不值得是不是 他姐姐不知道咱是 可是联系了 也没有解释 他这么糊弄 这事就暂时过去了 1980年春天 他迫不得已生下了孩子 果然是个男的 这陈永福狂喜啊 给儿子取名叫陈牛宝 哎呀 看到这个名字 我就有一点感叹 他应该给儿子取名叫陈牛逼 那都我给了一页 你还牛宝 一点都不大气 是不是 真是 他现在牛大发了 一下子有了两个老婆 还有个大儿子 那都没上了天 那么姐姐连一人怎么办呢 得知之后 差点气死啊 可是随后他就默认了 谁让自己生不出来儿子呢 现在又瘫痪了 也丧失了生育能力 妹妹替自己生了孩子 就这么地吧 于是 一夫双妻 生活继续 可是没有不透风的墙啊 很快 别的村人就猜出来怎么回事了 那你看看 你姐姐生不了孩子 大家都知道 那怎么现在突然就有小孩了 而且你妹妹成天在你这块住 她抱小孩照顾的时候 你看那个动作 那个表情 这都藏不住了 所以大家就开始在背后戳机冷骨 1981年 小孩满周岁了 连袖就决定 我离开这里 离开陈友福 结果这陈友福大怒 当即就放出话来 你要是敢走的话 我就杀了你姐姐 我再已经杀了你的父母 干掉你圈脚 连袖很害怕 经过协商 最终他姐夫给了他一个选项 你要想离开的话 要么再给我生一个儿子 要么你就当尼姑去 OK 刘连袖立刻就做出了选择 我去当尼姑 然后他就收拾东西 立马去了安顺市天台山的五龙寺 成了一个小尼姑 法号叫慧杰 从此之后 他是彻底忘却红尘 六根清静 皈依佛门 一转眼过去了三年 到了1984年秋天 附近的折西乡 折西村 要重修他们当地的一个破寺庙 他们这个也叫文长阁 在改革开放之前一直是没落的 眼下你看全国各地都重新搞这种玩意了 所以他们这些村民也动了心思 全体村民集资重修寺庙 打算捞一笔 然后就要 你得请一个有德行的尼姑来住庙 惊人推荐 慧杰就来到了文长阁 随后这个文长阁吧 确实是做的很有起色 有模有样的 四面八方的乡客纷纷而来 那收入非常可观 这个账目是怎么回事呢 就是扣除一切开销 每个月还能赚两三千块钱 在当时就已经很多了 把那些村民都乐得上 何不拢嘴啊 哎呀 就银子就这么晚了 咱们整两个泥台咔咔嘛 那块那砖头子一摆 然后整点破箱一放 这帮人就来跟你捐钱呢 这钱来太翘了 一年后的一天 慧杰正在那块寺庙里面洗菜 突然就进来了一个人 他猛的抬头一看 原来是村长 熊红武 这个名字这么绕嘴呢 咱们就叫他大熊一行 熊村长 熊红武 没什么事 就过来了跟你闲聊 但是这个聊天的过程中 慧杰就感到不对劲 这村长好像有什么想法 可是接下来半个月过去了 也没有出现什么意外的情况 村长也没来 他就慢慢就放松了 接着的一天晚上 那天晚上下着雨 慧杰他正在给京堂里面 那个油灯添油呢 突然有人就跳墙 进了这个寺庙 直接开门闯了进来 此人正是大村长 当时庙里面只有慧杰一个人 村长 原形毕露 挑明了 告诉他 今晚 你陪老板玩玩 慧杰一下那个油糊涂的掉了 大惊 你疯了吗 这是佛门呢 结果村长告诉他 实话跟你说 这一半我又要干啥去了 老子去调查了你所有的底细 你姐夫能玩你 老子就不能吗 佛门 佛门三个鸟 来吧 慧杰没有任何办法 被拿下了 完后呢 明确的告诉他 你就别想着报什么警 第一 老子在这块就是土黄的 谁也奈何不了我 第二 报了警 你就再也别想婚了 你你咕 你 他人这事你还想婚吗 并且从此之后 熊老大 隔三差五的就来他这块 享受一番 没多久 慧杰再次怀孕 这个孩子怎么办 熊老大给他的想法就是 生下来 上次你能给你姐夫生儿子 这次也能生儿子 慧杰什么都没说 他现在的身份是尼姑 生了孩子算什么 几天后的一个晚上 他在文长阁 上吊自杀 可是这寺庙还得开呀 随后呢 连续找了好几个和尚 过来住庙 结果都是没待几天 就全吓跑了 据说 他们离开的理由都是一个 就是半夜的时候很吓人 总梦见有一个女的 吐着长舌头 在庙里 走来走去 于是他们这个文昌阁 就此携菜了 生意是一天不如一天 如今已经过去了 整整37年 咱也不知道恢复了没有 开头说了 这个事情让人悲愤 有两点 第一呢 他就是个案子 但是没法给他算成案子 是吧 第二 那些乡客过来求神拜佛 保佑 保佑平安 保佑生死发财 各种保佑 可是这神佛 竟然连自己人都保护不了 对不对 有人呢 觉得这是悲哀 而有的人 则认为 这就是个笑话 事实上 作恶的两个人 陈友福 雄红五 他们都没有付出任何代价 反而呢 都得了便宜 活得挺好 而刘连秀 小尼姑惠杰 原本很优秀的一个人 白白成了这些垃圾网人的一盘美食 供他们穷吃葬喝 好了 就到这吧 大家再见 关注微信公众号江湖里外 这里的东西 贼好看 小尼姑惠杰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